哈喽 大家好 欢迎回来Apps YouTube频道 今天教给大家的是1.9 Pro手机 如何把ColorOS换成YonOS 海外版的YonOS系统的好处呢 我就不多说了吧 YonOS是最接近原生安卓的系统 非常的纯净 在这里呢 你可以获得最完整的谷歌体验 完整的谷歌生态 谷歌服务 而掩割掉谷歌服务的国产系统呢 即便是你安装了谷歌商店谷歌框架 然而和这种谷歌原生系统呢 还是有差别的 如果你和我一样非常依赖谷歌的生态 而且呢 网络又很好 可以直接访问谷歌服务 那么呢 视频你就可以看下去了 如果你更习惯本土化的国产系统 更符合国人的使用体验 就比如说门禁卡 公交卡 然后骚扰电话拦截啊 指纹支付这些 那么呢 视频就不用看下去了 就可以关掉了 那么呢 这次1.9原配的系统呢 是OPPO的ColorOS ColorOS刚上1.9的时候呢 饱受购病啊 缺陷很多 比如说续养差 相机优化不够 然后呢 一些应用有兼容性的问题 1.9刚发布的第一周呢 官方的交流群呢 都是在吐槽这个ColorOS 我觉得青OS还好啊 就是预装的国产软件比较多而已 ColorOS也很多啊 预装的国产软件我还得一个一个删掉 而且每次安装应用的时候 还弹出广告 推荐更多的应用 不过ColorOS升级到零四系统之后呢 就好很多了 用了一周的ColorOS之后呢 我感觉我好像有点喜欢这个ColorOS ColorOS有几个地方我比较中意 第一个呢 是感觉它的图表很可爱 很美 第二个呢 就是它底部没有导航蓝的情况下呢 可以快速左右切换应用 哇 这个是真的很爽啊 直接左右滑动就可以切换应用了 而零OS呢 需要上移 然后往右滑才能切换应用 而零OS需要开启底部导航蓝呢 才可以快速左右切换应用 但是用这个导航蓝切换应用之后呢 会有显示的问题啊 特别是QQ会闪一下突然变大 然后再变小 好 接下来教大家如何刷零OS 首先呢 我们需要下载过渡包 一般都是印度版的 安装完印度版的零OS之后呢 你可以继续用 或者说你也可以升级为BAO版或者AA国际版 下载好过渡包之后呢 首先把它拷贝至手机的根目录 由于我这边没有办法直接安装这个过渡包 会显示验证失败 然后我就重命名一下 把名称改短就可以过验证了 是不是很神奇 接着打开系统更新 如果你有收到ColorOS新版本推送的话 那么呢 先更新完 然后呢 再刷零OS 如果没有的话 那么呢 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了 接着点击右上角的小尺轮 手动选择安装包 选择刚刚的过渡系统就可以通过验证了 然后呢 就可以顺利安装了 安装完成之后呢 如果你家里的网络和模样 都是可以直接访问谷歌的 那么呢 就可以直接下一步 连接WiFi信号啊 然后登录谷歌账号 获取谷歌的更新 如果你没有这种网络条件的话 建议你拔出你的手机SIM卡 然后呢 不要连接WiFi信号 否则你会卡在这个界面 无法继续 我是路由器挂了代理 所以说家里的电脑啊 手机啊 平板啊 什么设备都可以直接访问谷歌 安装的过程呢 非常的顺利 熟悉的洋味时的味道 这里一提的是呢 这种换系统呢 不需要解锁root 然后印度版和欧版呢 都是原生支持微信支付宝的指纹支付的 不过这个指纹支付的动画特效真的是很丑 而卡罗S的指纹支付的动画特效真的是很美很酷炫 A国际版的倒是不知识 如果你要用A国际版需要解锁root 然后呢 刷面具模块 安装指纹识别模块 安装完过渡版印度系统的话 你先不要更新 否则的话 你是换不了欧版或者国际版的 主观的play商店下载oxygen update这个应用 你可以看到他已经成功识别到 这是印度版的系统 然后把你的机子呢 切换成欧版 然后呢 开启高级模式 然后下载欧版的全量包 正好这个欧版全量包的版本呢 比这个印度版高一级啊 这样的话就可以刷了 这样才能成功 否则的话 它是不支持降级的 因为我试过 然后还是老方法在系统更新里面呢 手动选择安装包 选择欧版的固件就好了 安装过程还是和之前一样 就相当于只是升级的一个版本而已 样OS呢真的是非常简洁清爽的一个系统 拥有谷歌全家桶 设备呢也获得了谷歌认证 在谷歌商店下载东西呢 也非常的快速方便 自己的照片 联系人 短信 密码 手机设置呢 都自动保存到谷歌的云服务了 好的 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话不妨点个赞加个订阅哦 也别忘了点击订阅按钮旁边的小铃铛 就可以第一时间收看到最新的视频啦 好的 那么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是的 站好 等一下 黄小铅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2 一 2 1 2 1 1 2 2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